影片中的大風刮起狹帶風滾草 猶如千軍萬馬奔騰於平原上 甚至有時人們一覺醒來 覺得天色昏暗 還以為是日時或是世界末日即將來臉 美國的西部電影裡 常會看到他們所形成的草丘 出現在荒蕪的土地上隨風四處滾動 象徵著邊境地區的孤寂與荒涼 風滾草中又以俄羅斯技為主 又稱作為刺殺棚 它由金的基部折斷與根分離形成風滾草 聽名字也知道它不來自於美國 顧名思義他們的老家是來自於俄羅斯 大約在1873年 一批俄羅斯移民來到了美國的南達科他州 他們帶來一種既能做食物 又能做衣服的亞麻種子 打算在新移民地 延續以往的農業種植地 但不巧得在亞麻種子中 混入了不在攜帶列表中的俄羅斯技種子 更不巧得這俄羅斯技種子 在美國本土幾乎沒有天敵 也鮮少病害 於是他們肆無忌憚的瘋狂繁殖擴張好 它佔據了一些適合經濟作物生長的土地 使得原本應該能種植經濟作物的地方荒廢 現在在美國西南部 包括德州和新墨西哥州 亞利桑那州都可以找到風滾草 因為他們都奮佈在乾燥的廣大沙漠地區 所以其實風滾草並不是新鮮的植物 它的結構組織都已經死去 其實已經成了一具枯萎死亡的屍體 於是這種草本活屍夾帶著滾滾的風沙 從俄羅斯遠道而來在美國本土大舉進攻 風滾草很快的就不只停留在西部荒漠中 他們就像瘋狂的活屍大軍一般 他們走出了沙漠 隨風來到了鄉鎮小路 田野叢林以及人們的家門前 越過庭院低癌的圍欄 他們就像聞到血腥味一樣的活屍 一涌而上 把人類的房屋出入口堵住 而進出困難 甚至有時人們一覺醒來 覺得天色昏暗 還以為是日時 或是世界末日即將來臨 怎麼會突然天空變得一片黑暗 其實只是夜裡突然刮起大風 把風滾草吹來遮蓋了原本透光的門窗 房屋就這樣被掩摸在風滾草裡 飽受困擾的居民甚至把這稱之為入侵 而風滾草大量翻滾的季節 也是美國民眾拿起鏟子 努力與它對抗的季節 他們深陷風滾草氾濫成災的水深火熱之中 面對猶如活屍般的風滾草 當地民眾真的是無語問長天 我們來看一段影片 影片中的大風刮起狹帶風滾草 猶如千軍萬馬奔騰於平原上 而這些風滾草一旦碰到了障礙物 像是人類的建築物 就會堆積如山的包圍建築物 只要一下子的時間就會佔據林地 可別小看這一撮枯草 它們的承載能力可是非常強的 一株大約就能攜帶25萬個種子 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 在短短的時間內 能在美國許多地區扎根 它們四處播種繁盛生長 枯萎後在借風擴張 卻像活屍般殺不死的不斷蜂擁而治 而屬豬毛菜鼠的風滾草 在中國也有分布 中國境內也有沙漠這種乾旱的地區 但風滾草卻沒有像美國一樣大肆氾濫 有些人開玩笑地認為 在中國可是靠吃就把風滾草給控制住了 畢竟有個外來種小龍蝦被吃爆的潛力 題外話一下 前幾年我到北京旅遊時 曾到鬼街吃過麻辣小龍蝦 說實話 真的還蠻好吃的 回到風滾草本身 雖然有些許毒性 但它是可以食用的 只要先用熱水汆燙過毒性後 就可以烹飪 而美國人之所以不吃風滾草 與飲食文化有很大的關係 在美國的食物中 大多數以肉類蔬菜沙拉為主 像風滾草這種野菜 一方面他們吃不慣 另一方面他們不知道該如何下手 但是中國有悠久的飲食文化 對於自然界中很多的植物都有過系統的研究 既能吃山珍海味 同時也會吃一些清淡的野菜 但並沒有誇張到只靠吃 就把風滾草給控制住 其實在中國風滾草 無法過度繁殖的原因 是因為風滾草在中國有許多天敵 一些病菌及昆蟲等 再加上中國的地形及人口因素 北美相對於中國來說 可謂是地廣人稀 人葉稀少的空曠環境 非常適合風滾草的傳播